想要做出这种蓬松饱满,组织细腻,然后又不开裂的戚风蛋糕坯,其实很简单 以前呢,其实也出过戚风的教程,不过那个教程呢,比较潦草 我会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把做戚风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都说的比较详细 这个视频呢,非常适合新手去看,如果说有点基础的,你们可以跳着看 新手宝宝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建议先把材料全部准备好,以免手忙脚乱的 最开始呢,先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呢,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一会儿 冷冻过的蛋清在打发的时候稳定性比较好 特别要注意,搅拌盆跟打蛋器的头都不能有水 玉米油和牛奶倒在一起搅拌 搅拌到出现像那种浓稠的一种酸奶,细腻的状态 第一件面粉用筛子过筛一下,这样子呢,粉不会结块 到时候搅拌出来的这个面糊呢,会比较细腻 搅拌的时候用一字形的手法,搅拌到看不见干粉 蛋黄倒进去,搅拌的时候呢,也是用一字形的手法 就是前后前后的去搅拌,尽量不要去画圈搅拌面糊 这种细腻的,没有颗粒就可以 蛋清里面加点柠檬汁和盐 打发蛋清的机器呢,需要选择功率大一点的 我的这个是滑轮的,然后它的功率呢,是450瓦 就是给你们参考一下我的这个速度 最开始打发蛋清呢,先用最低档 等一下蛋清出现很粗的气泡的时候呢 就先加入一部分的细砂糖 那么能不能一次性加入呢,其实是可以的 主要是为了照顾新手,怕他们没有经验 细砂糖如果一次倒进去之后呢,容易沉在底部 在打发的时候呢,导致细砂糖在蛋清中分布不均匀 导致的打发不好 所以我这里呢,是建议你们分多次加入 分个两次或者是三次都可以 这种粗泡的时候呢,加入一次 等到出现很细腻的小气泡的时候 再把剩下的那一半也加进去就好 想要那个蛋糕胚的里面组织很细腻 没有大气孔 在打发蛋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打蛋器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缓慢的去转圈移动它 在打发过程当中,如果它一直换方向 那么就会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包裹进去很多大的气体 所以在最后出品的时候,那个蛋糕它就不细腻 有很多粗粗的气泡 这个打蛋器声音还是比较轻的 然后我的视频声音没有经过处理,可以听一下 打发的档位呢,在加细砂糖之前是一档在那里打发 然后加了细砂糖之后呢,开到了三档 打发到出现这种明显的纹路的时候 我降回到了一档或者是两档 慢慢的整理了差不多有两分钟 打蛋器头抬起来看一下 出现这种尖尖的角就已经可以了 蛋清打发好之后的状态呢 是像视频里这种非常非常细密 而且它表面是很有光泽的那种感觉 这次做的是两个六寸的戚风 然后分量有点大 蛋清我也是分了三次加进这个蛋黄糊里 搅拌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画圈搅拌 你可以像类似于炒菜那种动作 就那种动作去搅拌它会比较容易 蛋清跟蛋黄分次混合呢,目的呢 也是为了这个混合的速度快一点 混合的均匀一点 就是要尽量去避免因为翻拌过度或者是翻拌太久 导致这个面糊过度消泡了 最后呢,把所有的面糊倒回这个蛋白的那个盆里面 把面糊呢,从底下捞起来 然后让它多捞几下 但是也不要过度去弄它啊 最后要用刮刀把盆底这些白色的 你看没有被打蛋器刮上来的 要给它刮上来,再把它们混合均匀 做到这一步,你们去观察这个面糊的状态 是不是这种非常细腻的 如果是差不多的那样子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成功了 两个是6寸的模具 倒的时候呢,别太满了 七分满就行 太满的话就会出现那种像模糊顶一样的 稍微震下排出大气体之后就放进烤箱 如果想要表面不开裂 就是先130度烤35分钟 再150度烤个35分钟 那具体看它熟没熟呢 你就看这个戚风是不是长到最高点 然后回落,回落差不多有5分钟就可以了 震一下热气之后呢,就把它们倒扣亮亮 戚风蛋糕真的是不难 注意到了我说的那些细节 我想应该是不会失败的 视频虽然很长,但都是我的心血呀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可以总结一下蛋糕成功的几个要点 蛋清呢,要冷冻一下 打蛋器的功率呢,一定不能太低 这个真的非常关键 一款好的打蛋器,它的旋转速度跟稳定性 都会影响这个面糊的细腻的程度 选择打蛋器呢,是真的是不能马虎的 这视频呢,也看到这里了 那也希望你们去做 然后呢,做出这种漂亮的戚风蛋糕吧